武汉肺炎的52岁女性抬伤 最近将个案的治疗经验 投稿到国际顶尖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指出医院方面采用了抗流感药物 克流感主成分奥斯塔维 以及抗生素佐养佛沙辛来治疗患者 结果病情明显改善 临床上所有的这些临床的表象 包括胸部给是矿片 临床抽血经验 到他现在的整个治疗状况的过程 做了一个完整的陈述的报告 那这对这样一个新兴的武汉肺炎 这样的传染病 在一个国际专业社群上 这样的治疗是非常有价值的 彰化县府卫生局方面指出 张基将治疗经验发表在国际的医疗期刊 受到重视 根据了解收治病患的彰化基督教医院 感染科主治医师刘尊荣 治疗患者前有参考 卫福部及管署 还有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治疗指引 不过最后他以自己的经验 以及灵感使用药物 这名女患者有鼻塞流鼻涕的症状 临床表现和流感非常相似 因此医生先给予她 奥斯塔维 而且患者合并肺炎 为了掌握治疗的先机 在没有充分厘清到底是病毒 或是细菌感染的情况下 赶紧先给予抗生素 佐养佛杀星 除了用药之外 也给患者充分的心理鼓励 每天都跟患者信心喊话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还没有对轻症患者 定出治疗的指引 仍由医生依照患者临床症状 给予适当的治疗 但是国内医界已经有共识 如果之后收治到重症的患者 将优先采用治疗 伊波拉病毒的瑞德西韦 主因是这个药物 同时也可以抑制 新型冠状性病毒复制 达到治疗效果 东斯新闻 陈永毅 萧光志 彰化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